他要比任何是美国政界加一堆的人都一定都狠 王岐山很清楚 他也不想弄得很紫水 他知道 他跟旁边人说过 郭文贵想当年能把北京市政府关掉三千多人 能把刘志华给关进 我们务必小心 多次研究方案怎么对我 这小子手里有啥 他能拿出啥 这小子跟西方的沟通 再一个在情报部门 他有什么埋什么钉子 你不知道 务必小心 所以说当时西方还是聪明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当时我所处灵的 我所面临处灵 就是我那天我说 那真是啊 冰冻的感觉 啪一声 就当时这情况以后 我说我多年二十几年过去 瞬间啊 被令计划儿子的法拉利 车祸 被法拉利给搞定 大家千万别忘了 2012年习王上开以后 我开始订购 方正计券 海中证券 千万别忘了 当时是全中国商界认为 我是绝对是 我不是吐埋了脖子上 人已经是 就是放在死亡名单上 直接霸墙上的人了 我2012 1314年 拿下方正集团 拿下海通证券 还有你们不知道的 我在短短的两年的时间 为家族和基金融注入 达600亿 600亿 所涉及的金融证券的勾病 达3000亿 就是那种 为什么 当你有明确的敌人的时候 和危机的时候 如何将危机化为真正的机会 这不是吹牛的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只会说 他不会做 把这些所有的 真正的人生战略 和人生的战术 当成了一银扣银 和人生失败的借口 而不是行动的真正的一个办法 就像在清风看书所出来以后 所有人都会说 从出来以后重新做人 如何如何的 从来没有人把这看书所里看到 听到的 听到的 变诸为物理化的行动和结果 我非常清楚 必须跟外国合作 必须团结国际利益 必须有巨大的财富 才能逐渐实现我的目标 才能接近我的目标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小视频之后 我们回来了 我的感觉就是放眼看过去 中南坑无一人有资格跟我较量 七哥这句话说的实在是置地有深 而且不是在吹宁 是真真真正的他做到了 我找到就是习近平 他们出席 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那个大会 黑社会摆场子 以后我才明白 为什么七哥他会在 2017年9月26号 就是半壁江山去黑社会摆场子的那一天 七哥会放出来孙力军的录音 就是很著名的孙力军在录音里面说 什么你爹就是我爹 你妈就是你妈那个人 七哥说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听 这个事情 我才明白为什么七哥会没有 七哥那个时候 他不能够直接去跟习对线 那么他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但他实在是忍不了这些 就是坏蛋嘛 黑社会摆场子 摆到不行 七哥就是在提醒每一个人 中国共产党 所有这些人 他得摆到什么样子 他得恐惧成什么样子 以及他因为他的恐惧 展示出来的 他愚蠢成了什么样子 全中国七个常委 三个常委 外加政法委书记 公安部的一二把手 然后外交部的一二把手 北京市的市长 所有的人去到一起 去干什么 去参加一个NGO的大会 平时这个大会 连人家一个国家的外交大使 都不一定去的 习近平带着这么多人 或习近平被这么多人 忽悠着过去 极度的恐惧下 他们变得愚蠢变得慌乱 但是反过来 七哥是什么 七哥是冷静 七哥是勇敢 从孟建柱 再到郭生坤 再到陈文青 这个习近平干的事情 就是特别像 慈禧太后 他们那个时候 从一个管事的 换成另一个管事的 庚子赔款之后 因为是慈禧 他向十一国宣战的 所以打了这场战争 人家外国人 也死了很多人 所以就要求说 你慈禧太后 必须要作为战争 罪犯 要进行审判 然后把你给杀头 慈禧太后 当时就是说 反正只要我不死 赔四万亿两白银 没问题 杀掉我几百个 国家大臣 国家栋梁 没问题 你像现在 一个又一个的 那一排 那张和音里面的人 一个又一个的消失 一个又一个的垮胎 就跟慈禧太后 当年为了保护住自己 四万亿两白银 给你几百条官员的人命 给你都行 反正只要我活着就行了 只要我习近平 对吧 从公安变成国安 我习近平安全就可以 这就是当时的 整个情况 我是当时的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